三波 而且還是 愛麗絲又乾淨 愛麗絲 很久了吧 很久了吧 那時候還在一二三四那種是不是 很久很久 OK 沒問題 差不多久了 所以隔超久了 目前這一場是 炎龍隊上絕衣 我剛剛沒看到他們帶什麼 對 那我們等他 好像是等他們出來 你的炎龍是帶復仇者 以及絕音帶皇家 那是快皇 那是快皇這一段 哇 這一邊的話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先後手 那如果快皇是先手的話 優勢還不小 對 可是我覺得他一跟三有種 有機會會空入 可是快皇的整體 費用帶的都偏小 我覺得還好 還好 四走下一個小紅帽 可是這個 小紅帽應該很少會帶吧 因為 你快皇比較少帶有種立法 沒有 其實有 快皇有不同的版本 那 帶小紅帽的版本 就是 中立生物是 哥布林 做天使 跟巴伊布拉克 他還有防禁天使騎士 他的中立生物已經比 平堂的快皇 還要多了 對 後邊 復仇者慢慢收到畫面 可惜 只能用解台 先把他解掉 不過這樣看起來要選擇 青蛙蹲下去 那 其實 復仇者這邊 我反而會想建議他說 這邊 二一先 抽一張牌 看你抽到什麼 你再去做 摩鐵皇絲 對 對 那這樣會變成復仇者比較麻煩 因為復仇者本身的盾比較少 對 牌的盾比較 盾內比較少 那 像是 呃 有些復仇者為了抵擋 主教的7-3技戰棋 插頭的情況下 越來越多人選擇放入3-2-3的鐵杖 所以 是這邊沒有抽到比較可惜一點 對 對 如果這樣 等一下 直接全部蹲下去下一位 如果下圓桌的話 應該就有機會 直接一會兒 呃 我們算一下廠商的傷害吧 廠工是8點 8點再加上圓桌的進化點 是14點 剛剛好 剛剛好 對 兩次喔 快點要緊吧 好 好 好 看看 看看 兩個都打到7-4就這個 就這個 就 就不打到7-4 兩個都打到7-4-4 對啊 總看看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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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副仇者選擇了一個最不得已的做法 因為 他自己看了一下廠工8點 他也知道下圓有可能被斬 所以他做了一個 斯秘涅加古老的這個選擇 但是很可惜沒有打到21的小女人 對 那這場就這樣結束了 對 我現在那邊說 你跟你說 你打 你打 你找什麼 絕音 一 這樣 其實有點可惜 剛剛沒有抵到 因為如果剛剛如果打到小女人的話 應該就有機會 我認為 復仇者這邊 他已經做了他最大的努力了 那可惜運氣不在他這邊 我們來看看第二輪 一樣是復仇者 對上派下來 我剛剛也沒有注意到職業 對不起 沒關係 不過我覺得炎龍這邊 應該還會把復仇者派出來 對因為在對面少了快黃的情況下 其實復仇者打中速內戰 上限蠻高的 我認為他可能繼續派出復仇者 沒有錯 是復仇者對上龍 那龍族這邊帶了四滅暴擊 喔還有看到這個龍魂戰將 我可以合理懷疑這一套是跳廢龍 那外掛龍魂幾張 看個人的見解 通常是一到兩張 甚至這一套有可能會掛到所謂的 林德沃姆就是我們俗稱的任務龍 那以我們例行賽的龍族牌組來講的話 林德沃姆通常會選擇掛題 可是我記得龍還是峽谷嗎 當然就是現在的龍族我會比較建議說走跳廢的系統 走峽谷啊 那跳廢的系統的話峽谷是肯定會放三張的 對 但是復仇者其實現在也是屬蠻穩的態度 就是算T1T0 對 而且這個對局來講 復仇者如果有辦法做準時降神的情況下 是可以優開龍族的 因為龍族的最好節奏是前期有做到跳廢 然後七費準時拍峽谷 但是以復仇者的解場能力 每回合的55不是問題 對 對 這邊的話應該會選擇 無限限制 這邊的話你會選擇 這邊其實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你可以做漢姆林 然後複製你的解析 去做一個2加1加1 那還有另一種選擇就是 用伊卡洛斯進化 去拉一個創造物 對創造物 然後你再去做選擇 這邊的話 剩下兩費的節奏 我認為可以做一個漢姆林 去複製一張古老 因為這還沒有抽到加訊裝置的情況下 我覺得古老其實結場很方便 沒有錯 而且古老你五費可以賺到不少的節奏 去掩護你六費的機械降神 這邊的話選擇水龍女繼續往上跳水 這邊還有一個小記憶 就是我建議復仇者這邊 不要把這一張解析過早的拍下來 因為在你預定六費要做準時降神的情況下 這一張解析會有可能會導致你六費的時候 是處於沒有共鳴的狀態 這邊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的話 就是直接做 跨皮 把水龍神五二消掉 然後再下一個漢姆林去複製 傀儡 那第二種想法就是 你這邊先選擇做一個哈克拉比 讓你處於一個共鳴的狀態 你再用惡意把水龍神撞掉 這樣子你可以確保你下一盒是共鳴的 對有這兩種做法 那復仇者這邊選擇了我剛剛第一種做法 然後六費準時降神 那這邊龍族就有一個思考點 他要不要卡創造 復仇者這邊的六費共鳴節奏 或者是他會選擇直接拍下龍之峽谷 可是如果直接拍下龍之峽谷 等一下應該會被打實力傷害的話 如果 嗯 復仇者這邊也可以選擇進化 那個 機械降神去把五五撞掉 但我認為龍族打到這個場面 不拍峽谷是不會贏的 因為你 跟復仇者選擇對截場的話 你可能沒有辦法贏下這場遊戲 對 他選擇選擇 這邊結場我覺得可能主要思維是想要卡住 復仇者準時六費降神的節奏 對 但是我覺得以復仇者這個角度來看 他的手牌 還如此充足的情況下 這邊可以直接拍下降神 我七費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因為手牌很多所以不怕牌 共鳴 對沒有錯 這邊的話應該是真的就峽谷 可以直接下降 這邊其實還有第二種想法是 我可以直接拍下龍魂戰將 哦 因為 現在 拍峽谷我覺得有一點點晚了 因為你峽谷拍下去 你是沒有辦法做進化 把這個降神解掉的 那你不如早點做這個戰將 因為你可能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去拍這張卡片了 每回合打五點其實對於龍族來講很重要 因為你之後的回合你只要做結場的動作 你的五點是可以打在對面的頭上面的 嗯 而且降神 恩 復仇者基本上沒有回血的能力 沒有錯 對完全沒有 所以其實下 這邊應該會直接選擇用傀儡 或是搭配畫皮把它消掉 這邊的話 我覺得簡單的做一個畫皮再加上米利亞姆 塞 塞牌進去 對塞牌進去 然後共鳴沖牌 沒有錯 可是 我覺得復仇者有個問題點是他的獸人現在都握在手上 恩 這個就要看他本身牌組的構成 因為有些人的牌組構成 放了兩張獸人還是有放四字三拳都是的 他一樣可以把薰彈塞進去 再加上其實他剛剛做米利亞姆的塞牌的話 也可以把一張薰彈塞進去 我覺得沒有任何問題 我覺得沒有任何問題 嗯 這邊 有點麻煩的是我們的復仇者還沒有抽到家庭這樣子 恩 因為他復仇者上一個回合並沒有選擇做一個刷牌的動作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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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建議直接拍下龍魂戰將 不要再選擇做抽牌的動作了 你這邊5-5可以打頭 龍魂戰將的能力點在4-5上面 我覺得這個場面有巨大的優勢 再加上你已知對面排庫裡面是沒有任何的創造5-5 他不可能解掉你場上的3-5-5 對 我覺得這一首我肯定會做戰將 直接使用獸人去擠 那一首真的算是很嚴重的詩 因為我覺得復仇者的玩家必須要時時刻刻計算你排庫裡面創造物的濃度 有幾張的解析有幾張的古老甚至熏爛都必須要 好好的記在腦中 好好的記在腦中 那你在做一個5加5的話 你場面還會多兩隻4-4 你已知對面剛剛只塞了兩張的創造物的情況下 你繼續建立你的場優 這場的勝券在握 不過現在看起來復仇者已經只會沒有就在那一首重大失誤之後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復仇者這邊的神尾的創造物傷害是多少 因為如果高於5的話 他是有辦法直接把這個檯面掃掉 那再一個6-6的話我覺得還沒有任何問題 不過他這一首看起來傷害是不太夠 所以他這邊打了一個金奧之後選擇了投降 到底表面還有購物傷害是多少 到底什麼 誰要是誰要來購物 誰要來購物 誰要去給他們 那應該不是整個力氣 誰要去做 是的 誰要來購物 誰要去台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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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要去台江先生